我們這個節目1386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為什麼叫1386呢? 原來就是取奇諧音,叫做一生快樂 由曾經主持1386,很多人會引起誤會 以為我給什麼股票號碼 不過今天是跨牌 今天正式上市,IPO完畢 超額不知多少倍 超額認購很多倍 一上已經彈上了 沒錯,今天掛牌已經彈了幾個價位 總之賺到你一聲笑出來的那種 總之就是一生快樂,一生的投資 對了,剛才我說是股票號碼 不過今天的第一位嘉賓,Ricky Cito Cito永副說,股票也不夠 你最厲害的師奶,一天50%回報 應該是什麼窩倫號碼 窩倫期權 因為你好像有一張保單 一張比保單 是的 可以付出零的 是不用付交易費用的 你可以有很強的槓桿客 是的,因為窩倫的特性 就是槓桿客比率高 好,可能幾千元賺幾萬元都可以 你獨具威眼 你找我,因為我的名字 又是很有這個槓桿效力 是嗎? 永副 是的 不是現副,不是金副 永遠都富有 Forever rich 所以找我,啟行就有了 說到永副 有一件事,放在我心裡想問你很久 我知道你以前是做銀行的 師徒永副做銀行很適合 最絕配 我再說多個秘密給你聽 不過現在也不算是秘密 因為我周圍跟別人說這是秘密 事實上越來越多人知道 你猜我老婆叫什麼名字? 什麼叫什麼名字? 我叫永副 她叫愛妮 一流 是不是很棒? 我們去年20週年紀念 我老婆跟我說 不如我們今年做一間永利財務有限 那時候你們聯婚不是挺過癮嗎? 永副愛妮聯婚 大家發達了 起碼是趣味雙頭 我一想就行,起碼是旺庫 不過我也有些不是怎樣成功的經歷 我就是想問你 因為一聽見你說 那麼愛錢地做銀行 即使賺不到 每天坐在那裡數也開心 對,數數不是自己也開心 很奇怪 數錢是好過賣床褲的 以前我有兩份工作等我做 一份工作是賣床褲 一份工作是數銀子 事實上差不多的收入 不過我情願是數銀子 不過現在年紀大一點 我發現原來數完銀子 賺完錢 你都是想有一覺睡得開心 貼甜蜜蜜 所以現在情願 如果有機會買一張床褲 睡得開心 如果我賣一張床褲給別人 那個人又睡得精神爽利 都是一生覺得很快樂的事 現在大家知道你是賣涼茶的 由銀行轉為賣涼茶 真是截然不同的工作 如果你說我由銀行轉為保險 我都接受得到 都是金融界的工作 有些道理 由這個銀行轉為量炸 真是另一個界別 我覺得這個真是在上帝的手裏 是猜不到的 你覺得如果你不相信有神跡歧視 總之在一個人的生命裏 是充滿著 起碼我的故事是神跡歧視 剛才你說我數銀子厲害 賣涼茶 坦白說 十年前 現在你看我的樣子 十年前在街上 你遇到一個人 我年輕一點 你問師傅你做甚麼 我說我賣涼茶 我斷猜你不會覺得我是有為青年 所以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是不是 我也想問你 當時你由銀行轉為量炸 心理狀態如何 是一個很冒失 很絕望 迷失 但為甚麼我又會去 沒辦法 自己過度投資 那時我是真是先股 豪股 渦倫 期權 總之 炒得 有槓桿效力 讓我提早致富 經濟自由 甚至炒樓 摸貨 我完全參與了 但一場金融風暴 結果就一盆不洗 打下去 由那邊 不是正資產 沒有資產 是負資產 結果 份工都沒有了 有朋友叫我 有沒有興趣買糧茶 我是抱著 打保有些 蓋利息的錢 五個蓋蓋十個瓶 已經拿了破產申請書 我老婆問我 你拿來做甚麼 我說已被不思之需 就是這樣的情況 總之有人叫我去做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你 因為我記得聽你說過 初時做的時候 其實你也是 想著死就死了 既然我 這麼多條出霧都關了門 就關了這條 其實去到一個位置 基本上 自己也計劃不到 除非你去撞場 跳海 所以事實上 就真是 無法失去 其實沒有甚麼選擇 但是怎樣 我想 開始的時候 就是負能量 但做一做 現在變成正能量 變化的原因 和動力 在哪裡 我覺得就是 為甚麼我剛才說 我好像神跡歧視一樣 就是上帝真的令我身無腸 覺得自己沒有甚麼東西 可以再拿來成為工具去謀生 既來之則安之地去賣兩筆 但我頭那段時間 都賣得沒甚麼靈魂 因為我對上帝 或側近的人說 我是騎牛尋碼 我常在想 我叫永庫 遲早可以數單人 是的 但很奇怪 上帝就是開玩笑 但無論如何 我跪下討告 我就發現 我的天文 他又沒有回答我 我問 甚麼時候可以不買涼茶 他就沒有回答我 我人又心急 我對上帝討告時 就這樣說 我說 你是不是玩東西 你要我買涼茶 是不是你真的 但總之我就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困我在房間 我跪下的時候 我看到門 但那道門是關了 但又沒有第二道門 我在內心裏面 就有一個聲音 就是 總之上帝在我生命裏面 沒有開第二道門 那當下怎樣呢 我就真是傻傻地跟自己說 如果五點鐘 我被人炒魷魚 或者我做第二份工 但現在十二點 我是否應該認認真真地做好這份工 原來是這個憤怒 甚至是不能接受自己 看不起自己 但我只有一個心情 就是活在當下 做好現在當下上帝給我的東西 我只是從那個位置按出來 突然之間 好像是由一個OP鍵 去到一個ON鍵 接著就是接通了 剛才你說的職能 聽你這樣說 就不是很Miracle那種 沒有 其實就是 以前塞在那裏 突然想通一件事 這樣就去了 上帝也沒有告訴我 去哪裡 總之他告訴我 現在你買好這碗涼茶才說 突然間將自己升級到阿伯拉罕 不敢這麼說 我好像做一件小事 就是那碗涼茶 有多值得驕傲 不過我只在想 當時我們的生日不好 而且租金又貴 所以有一些 就是Why not的點字出來 例如 尋求一下涼茶入樽 當然這些就是當時我進去的時候 已經在思索 我便想到市場 想到策略 近年又覺得 越來越是OK的 除了多了人喝涼茶 但我覺得是感恩的 如果問我哪一個是契機 就是03年 香港就是SARS 大家都很不開心 但我們原來 在一些紮縫裡面成長 原因就是當時我們 整個倉都是貨物 但零售業又不好 我們轉念之間 不如拿一些貨物 去捐給本局 去籌款 原來過了兩個月之後 多了人認識我們 甚至就是 中草藥的治療作用 都是多了人認受 我們就像天意的契機一樣走出來 如果聽你這樣說 就是由危轉機 就像你的生命變化一樣 原本做銀行 現在就做了涼茶 其實銀行與涼茶之間 又是一個危轉機 而SARS那次 在你們做涼茶生意裡面 也是一個危轉機 事實上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問我以前 我數銀行快樂 是不算很快樂的 因為經常都擔心 那些銀行沒有用 又或者 就是 有時都不是用一些 很正義的途徑獲得 這些炒炒買賣 但現在 你問我 我和我畢生的力量 總之 我不刻意去傷害別人 當然十言八快 是這麼慢慢 砸石仔 這樣出來 這份滿足感 真的可以落足一切 一個整個人生的快樂 可能建基於一些實事 和上帝給我們的創意 好 不如這樣吧 我們這集講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和Wiki討論 為何買涼茶 又能履行上帝的使命 好嗎 我會喜歡 這是健康航路小 第二集 альным目色 精致